各位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回京隔离历险记的第二集 惠州酒店详情 第一集讲到6月28号当天我从香港过关深圳花了六个多小时 深圳到惠州酒店又是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到了酒店就已经整整耗费了八个小时 简直是精疲力尽 安顿好了之后我也有这个闲心 跟大家聊聊这家酒店的情况了 首先当天傍晚,我办理好酒店入住登记 路过一条深邃且科幻感十足的走廊 就来到我的房间,窗子向阳,中央空调可开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看我隔离当天入住时拍的酒店布局 天色渐暗,像素一般,请大家见谅 好,给大家看看这个酒店的样子 一进门来之后呢,左手边是一个储物台 有烧热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 还有防火的东西 然后呢,这边右手边就是洗漱台 然后这边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房 这儿呢,是马桶,还有个垃圾桶 感觉这个洗手间有点旧啊 而且灯光比较昏暗,全是噪点,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那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有两张床 这个床宽度都还蛮宽的 这边呢,有两把椅子,有一个小桌台 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个地方 看,有一个大镜子,然后有一个桌台 我可以从这边办公 而且你看它也有这个插销座 还挺方便的 然后这边是电视,基本我也不看 然后再往这边呢,就是我刚刚放的行李 这个拖鞋两个 现在啊,这个酒店给的都是一些纸杯子 我们看看这边洗手台,旁边的漱口杯也是 都是这种一次性的 这是我在这边墙角拍下来的整个全帽的样子 嗯,两把椅子在这边 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地方 就是后边上居然这个洗手间开了一个窗子 能看到吧,这镜子上全是这种小点点 这应该是酒精消沙的时候残留的,也没有擦 灯光下边照会更明显,就感觉脏脏的 酒店呢,给人感觉有一点灰尘,也有点破旧 看,这是墙上的污渍 这还有烟头烫着一个坑 这边墙柜上边也都是 全是这些酒精喷洒残留的 尤其是这扇门 这简直是个战损版的门 开门把手这边 厕所,洗手间里边的大镜子也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外窗是真的蛮脏的 看风景,心情都打了折扣 能看到吧,这里边擦不掉 都在外边 我再写下一集的脚本 看我这个电脑屏幕其实也蛮脏的 也不怪人家酒店脏 我这个屏幕不比人家干净 带着大家看了看酒店 我想一定勾起了你的些许好奇 酒店贵吗?餐饮如何?可以点外卖吗?可以收快递吗? 这酒店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实行了7加3呢? 这一期咱们慢慢聊 先说酒店价钱 我这间房间是248块钱一天 怎么样?是贵是便宜 反正我已经隔离好几次了 珠海上海甚至香港 惠州这家算是我经历的最便宜的了 多的时候我曾经住过500多一天的酒店 14天之后交钱的时候还真有点肉疼 这家虽然条件一般了一点 但是算便宜啊 算了算 隔离7加3这个新政策下 我才需要交2000多块钱 我这么一个男人 不需要那么好的酒店 又不怎么讲威士 能接受能接受 一开始我还看错了 桌上发现一张纸 看到是348 太贵了 结果发现是已经加了伙食费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饮食如何 先说价钱 一天100 这个数额感觉去哪个酒店都差不多是吧 反正就是两婚一宿的盒饭 不过以前隔离都是一天送早中晚三顿 这家酒店一天四顿 还包括宵夜你受得了吗 这边菜不错 红烧猪肉 豆腐 排骨 还有一个青菜 这其实是晚餐 但是我昨天晚上没吃 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个开箱 大概是一个鸭子肉 应该是洋葱炒肉吧 还有一个素菜 鱼粉汤 早餐 早餐有了 给了给你的吗 对对对 有了 早上的时候啊 这是夜宵吧 这是夜宵吧 这是夜宵啊 这是夜宵啊 夜宵这么丰盒 好谢谢啊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 给大家看看这个早餐 给大家看看这个早餐的样子 这是一个大米粥 是个包子 这好像是个油炸糕 拌开之后还不错 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 今天早饭是面 饺子 包子 还有一个汤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宵夜 我昨天晚上睡的早 也没听见敲门声 今天呢 早晨起来 我就看到这个 还以为是早餐呢 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一份炒米饭 一个蛋 这是汤吧 哦 菠菜猪肝汤 喝起来有一股馅菜的味道 应该是馅菜猪 猪肝汤吧 嗯 还可以 又过了一天 今天的宵夜是粉丝汤 还给了一个面包 我拿起酒店那张纸看了背面 嘿 还真是一天四顿 午饭晚饭35元的价位 早餐宵夜分别是15元 配送时间 早餐8点多 午餐11点多 晚餐5点多 夜宵晚上9点半 nice 说实话 自从进了酒店第三天 我桌上的饭菜虽然没有牛羊 但已经积压了 你敢信吗 另外 每天还会送两瓶水 想再要可以多拿 吃完饭后 垃圾装袋放门口 门口有小板凳和垃圾桶 小板凳负责进 垃圾桶负责出 这服务也算周到了 对了 酒店不允许点外卖 想吃点专门的 那还是等出了隔离酒店再说吧 反正隔离天数减了 也不差这几天了 快递倒是可以送 需要提前告知前台工作人员 收到之后 由工作人员统一在送饭时间配送 但是不允许寄出快递 这也好理解 你的人你的物 解除隔离前都有生化风险是吧 为了防止火灾及保持清醒和健康的身体 配合我们的核酸检测 酒店明令禁止饮酒及吸烟 接下来咱们说说核酸 自从入关深圳到来到惠州入住酒店 目前的核酸都只是烟喉世子 以前14加7的时候 入境人员在酒店要在第1、4、7、14天 开房门做检测 从前几天开始实行7加3以来 则需要1、2、3、5、7天 以及居家监测第三天做烟喉世子就可以了 怎么好像次数还多了呢 入住酒店这两天 我要通过微信填写旅客信息 主要填写你下一步去网的城市 以及紧急联系人 以确保日后能够追踪溯源 说到下一步我要去北京 那必须要先明确我所在的惠州隔离酒店 是否真的执行了最新的7加3隔离政策对吧 答案是执行了 进入酒店的第二天 我接到前台电话 已经明确了酒店会实行7加3政策 广东省当天也下了通知 听朋友讲 也有一些酒店是先收了14天前 等提前解除隔离时再退的 不过对于我来说 惠州肯放我走 北京会提前接收我吗 于是我查了北京方面 资料显示异地口岸入京人员 未满14天原则上是不能进京的 这一点呢 跟以前没有变化 而且我隔离的当地所在区县 必须14日之内 没有任何以理新冠疫情 在这个天数之后 就可以进京了 合着即使人品爆发 我也要在惠州闲逛个7天是吧 不仅如此 更可怕的是 这两天我登陆北京健康宝 发现根本出不来绿码 弹窗显示 我异地隔离还没到21天 北京不让进 什么 21天 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我难道还要在惠州再待上14天吗 于是我打了我家小区社区电话 告知了我三个进京的必要条件 第一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 第二用本人身份证能买到机票或火车票 第三健康宝不再弹窗 聊聊术语看似轻松 但是不轻易达到啊 以去年我隔离时的政策 在上海的是足足等了21天才回北京的 再追问 则答复我 先等14天试试 看健康码是不是就正常了 试试到时候能不能订到回北京的机票和高铁 社区也一再建议最好在外地14天之后 再多等上两天再订票回北京 先别着急订 因为以前有人没有健康码就飞回来了 结果困在机场出不来 目前国家政策出台 各地响应也都略有不同 处置方式也存在差异 这我们也理解 首都应该是防控最严格的地方之一 只是希望各地都能够联动起来 让我们这些隔离者能够清楚的了解 统一的防疫政策 信息还要自己做辨别和自我梳理 太累了 如果最终真的要我等那么久才能回北京 只能在异地不能回家 其实这也增加了我的感染风险 也增加了顺利回家的风险 当然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风险 北京接受异地口岸进京人员的政策 也成了目前为止我返京最大的变数 希望一切顺利吧 好了 这一集就先到这 有什么后续情况 我再跟大家分享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